收藏币之事项 掌握了收藏抄币方式之后 当然就找一些抄币来收藏 但是收藏市场供应的的种类也繁多 价钱也不一 所以如何要下手也不容易 可能一般的新手认为贵的就是好 所以不惜下重本来收购所谓的藏品 当时有时候可能你遇上的贵人 这也有可能 不过我本人觉得我本身可能就没那么幸运 以及没有这么的资金来搞这个收藏 身边我所看到的失败例子特多 还记得我身边有个有钱老 有一天他拿着一些钞票钱币要卖 我看了之后觉得他好可怜 全都是有问题的钞票和钱币 有的是洗白白的有的已经切了 有的有补妆了 这些都是他的眼中的好品项的钞票 有些是常见的小错题 既然可以用了几百块的来收藏了 总之不是买贵要不然就是买错了 我在心里在计算他也用了几万元以上来买单 再看看这人兄买的钱币 我可有心疼他的钱 为什么他可以付什么多钱 我想是相信所谓的贵人 这就是一个很好真实的教材故事 我又记得我开始收藏的时候 也不过是买了那些便宜的钱币 而每个月都是不超过一百零级 慢慢地累积那经验和对钞币的认识 当时我也是因为兴趣而已 带着玩玩的心态来收藏 也我不曾想过把收藏当生意来看待 但是由于误打误撞 多年后我也当了卖家 开了一间小店 至于生意好坏 那已经不重要了 我个人觉得经验和钱币的认识是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深信高楼大厦都是从平地建起的 对于一些刚要加入超币收藏的朋友 我只能奉劝要先掌握一些经验和知识 按部就搬的来收藏 只因为这收藏爱好 不只是费时间和精神 更甚的你的血汗钱 到时可能要面对 陪了夫人又折兵就不好了